黑色驾车越过双簧线高速逆向往前 在路口刚好遇到了机车骑士右转 驾车把骑士连人带车推 还把停在路边的乡型货车往后推 车来车往一辆驾车踩点背状弄在路口 还有一辆机车也擦身而过 骑士停在原地 车祸发生在19号上午8点多 苗栗市中华路汉围攻路口 骑士是42岁的陈姓男子 他买了菜药回家 路口被撞飞血流满地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赶来抢时间急救 CPR送衣还是宣告不治 造势的是这辆黑色轿车 车头撞凹停在货车旁边 驾驶是穿着黄色上衣的刘老先生 酒侧并没有酒精反应 他今年74岁 外出返家 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很好记得 怎么会这样呢 你没有看到了 没有看到 老先生不知何故 突然逆向行驶 撞上骑士穿越路口 还有正好通过路口的 汽机车擦身而过 被撞飞的骑士伤重不治 老先生说不晓得为何失控 高龄驾驶真的得特别小心 根据交通部道安资讯统计 今年前五个月 65岁以上高龄车祸死伤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人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